大家好 我是九指丸魔阿姆威 這次要介紹的是MW 風起雲洞 盜版模型 始源勇者王 Genesic 高概嘎 這東西你從盒子上明目張膽的寫著 The King of Brave Genesic 高概嘎一字不改 你就知道盜版廠商根本就沒有打算 跟Sunrise與千職練講武德 所以我建議不只千職練該告 最好日升也參戰 因為Sunrise出手就等於Bandai Namcon出手 這體量可就不一樣了 感覺才有好戲可看 當然正盜版的問題已經有很多人提過了 我打算從不同的切入點來說這隻 這東西真他媽的靠北難組 難組到我都有種三歲時候買了鋼譜啦 發現組不起來哭著找媽媽的感覺 所以這盒模型雖然只有正版價格的六分之一 但你本人在10到12個小時的組裝體驗中 會感覺生不如死 其實未必划算 這點真的要購買前三思而後行 MW盜版模型始源勇者王內容物包含本體 原創的替換頭雕與開掌手大絕招手一套 這隻本身是完成品轉模型 雖然給了合金骨架 但一方面要自己組 另外一方面這盒的說明書他媽寫的真的很爛 零件拼裝的先後順序與聯動接點標示不清 很多部位甚至組好了之後起手無回很難再拆 一個疏忽組錯了 拆開重組需要花的時間更長更麻煩 加上對岸模型大力金鋼只是標配 總組裝時間還必須長達10到12個小時 所以組的過程你會非常的煩躁 而且手又痛 加上完成品轉模型 勢必會有結構相對不穩 零件東掉西掉 把玩爽度肯定不如完成品的狀況 所以無可否認 這東西他的確展現了一定程度 能屌打日本廠商的黑科技 而且組完之後全高25公分 重量一點多公斤 不管是重量大小造型細節爽度都很高 但你就是必須克服一開始的組裝地獄 上方是原本牽直鏈的頭 下方是MW原創的頭 兩顆頭的組裝結構與外貌沒有很明顯的差別 就只有分別在大小上 大頭比較符合身材比例 不過我對大小頭與身體的比例差距比較沒有感覺 而且大頭因為放大了 所以在細節上反而不如小頭好 可動方面也是小頭比較好 所以我個人是偏好裝小頭 頭髮是單純的透明件 雖然外型是一樣的 但沒有金色的漸層塗裝 這點跟正版有差異 接下來是稱讚這東西的環節 所以某些人自己做好心理準備 首先組裝要用大力金剛齒 但零件的攻差與可動關節的鬆緊度卻抓得不錯 這點日本某時邁路廠商你該檢討 再來你現在看到的畫面上所有金屬色都是以上色零件 而且上色質感都相當的高 還都有做隱藏湯口 透明零件與細節分色也都沒有偷懶 貼紙主要是用在點綴 所以不管是做了模型十幾年零件成型技術毫無進步 只會喪心病狂分色的某屋 還是把仿電度零件當成黃金來珍惜不願意大量使用的 那個大廠商 其實都很明確的被這盒套件給打臉了 因為人家金屬骨架 竟完全分色 大量以上色件就是賣這個家而已 代表大廠所謂的成本高技術高 其實都不過是商人的藉口罷了 這隻手腕的部分 你只要把它拳頭往內一推 它的這一個扇形的盾牌就會自動打開 但是它也是有缺點 就是你要蓋回去的時候 因為它的這個扇形的公差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你蓋回去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零件是跑掉的狀態 所以你必須確保它的每一個零件 都是在它正確的位置上蓋回去 才有辦法蓋的密合 不然的話就是你要一直調 這一點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左手這個扇形連動 是我在組裝時最堵爛的地方之一 說明書完全沒有說要達成連動結構 必須注意的安裝事項 然後它最後一塊零件裝上去後 是拆不下來的 所以如果你沒事先搞清楚結構 就把最後一個套環零件裝上 卻發覺連動失敗的話 那很抱歉 你只能在硬拆損壞的風險 與放棄連動之間做選擇 所以這個部位在組裝時要非常的小心 雙腿是組裝最堵爛的第二點 它完全還原牽制鏈特色的關節連動機構 所以零件爆多 安裝的順序也很複雜 但說明書沒寫詳細的順序 要你自己去悟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我花了一個小時組一條腿 螺絲都上好了 零件都組完了 卻發覺最裡面有個小零件沒有裝到 必須整條腿連螺絲全拆開重裝的時候 那心情有多幹 當然這腿組好後完成度是真的有高啦 你幾乎感覺不出它是模型 完全就是完成品的外觀 連湯口都隱藏得恰到好處 這點是真厲害 當然這隻也不是真的組好就無敵 除了以上色金屬件之外 其他一般成型色的膠感與水紋也還是蠻嚴重的 表面質感這點就輸正版完成品不少 翅膀上的眼睛是用貼紙而非玉圖 雖然不是缺點 但我覺得是扣分點 理論上應該可以做到100分的 翅膀的開合機制跟正版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這是模型 它的關節連接處沒有像正版有金屬插銷做補強 所以這個翅膀在開合的過程當中 零件鬆脫或者是沒有變到定位這一點 就是模型的一個弱勢 也是這個東西強迫做成模型之後會出現的固有缺陷 但是整個變身的過程是OK的 就是收起來的時候會比較繁瑣一點 因為它每一個零件基於模型的概念 它不一定會自動歸匯到正常的地方 你必須要自己去記它的這個折疊的變形流程 而且這個變形結構我覺得也是變一次少一次 這個東西它還蠻有可能隨著時間結構變鬆散之後 就有可能越變越容易斷 所以要小心 翅膀的複雜聯動開合機制 組裝過程雖然繁瑣 但說明書寫得還算清楚所以不難組 但討厭的地方是你小腿懂得用螺絲補強結構 但翅膀卻是單純用組裝的 沒有任何金屬零件的補強 導致翅膀在展開的時候有解體的可能 所以組裝時建議自己要在關鍵點做補強 尾巴部分模型刻意給了兩倍的零件 實際上是可以不用組那麼長的 而且因為這支沒有武器 所以這尾巴是純裝式也沒有拆分變體的效果 除了原本的可動手指 天堂地獄的專屬手勢算是這支的唯一武器 而且塗裝還是錯的 正常的天堂地獄手指會裝上解體的尾巴 是指的部分會變成黑色的 鉗子鏈原版也有呈現這點 而模型塗成金色是很明顯錯誤 比較的部分 上面是SR合金下面是超級迷利弗拉 這支模型完全沒有武器不是盜版刻扣 而是原版還真的就沒有武器 所有的武器都附在那貴鬆鬆的配件包裡 所以模型也一樣畫葫蘆多出了一個配件包很酷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部分 這一支身上的可動是跟鉗子鏈正版算是一模一樣 但是基於它是模型 零件是用拼裝上去的 所以多少會有一些比較容易掉或者是比較危險的地方 尤其是像是它頭上這些角色都蠻尖的 很容易一凹到就會變形 所以這個部分要小心 再來就是它是獅子的這兩個牙齒 也是因為很細的關係所以凹到容易斷 包含它腳趾這些東西都非常尖銳 一方面要小心刺到自己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小心跟地摩擦的時候出現戰損 所以為了方便把玩一些你在組裝時候就比較容易掉的零件 乾脆就把它黏死這樣是比較好的 可動的部分首先就是這一支 你還是能感覺到一定程度牽直鏈的美學在裡面 像它這個手抬起來的時候 它的這個手抬起來的角度剛剛好 繞過了它這個獅子的中毛 因為你現在看這邊感覺起來是已經碰到的狀態 一定會卡 但實際上你手臂抬起來的時候 剛剛好完全不會阻礙 這一點設計我覺得還蠻屌的 肩膀內部的關節呢 分成它手臂本身可以獨立上台 再來肩膀裡面的話 有前後的外拉式結構 肩膀本身是獨立於手臂的額外結構 再來肩膀本身有一個左右開合的機制 再來這個部分是獨立可動 所以是可以裝特效的 然後這邊也可以翻開 整個肩膀上台首先它手臂有一截 再來進到身體部分之後 也還有一截可動 所以可以做到一個平舉 然後它這個獅子頭可以向內縮 同時它這個也會跟著連動往上板 再來肩膀這一塊 也還可以再翻出一個可動性 露出它整個肩膀的關節 所以再加上它整組手臂的獨立上台機制 跟它的外拉結構 它整個手臂往前就可以做到一個 天堂與地獄的一個大絕招 雙手握拳的姿勢 而且這個姿勢從各角度看 其實都沒有什麼破綻 整個肩膀也沒有塌掉 所以這個設計也是 前指鏈本身就相當優秀的設計 當然這個關節畢竟設計上是比較繁瑣 所以在把玩上要自己小心 然後這個獅子呢 還要自己再摳回來比較討厭一點 上臂平面迴旋 手肘二重關節 手腕的部分是球關 再來它這邊有一個獨立的可動 用來做出它那個防禦時候的手掌 拳頭部分它是設計成每個手指 每個指節都獨立可動 但因為這是模型 它不像正板在每一個關節的部分 它都有金屬柱做補強 所以這隻手指它每一個指節之間 它其實都蠻容易脫落的 而且你在模型上就感覺出攻差 有的可以彎 有的彎不直 它這個都是算是有問題的 再來就是連接手掌的這個部位的球關 也有的容易掉有的緊 拇指的部分也是一節兩節三節的一個可動 所以這個拳頭穩的時候很穩 但是如果容易掉的話 其實就蠻容易落賽的 所以這個手指頭 它雖然說是一個華麗的設計 但是對把玩來說很煩 脖子是我對這隻比較稍微不滿的地方 就是它脖子雖然說有設計 一個往後的二重關節 左右邊也都有一個獨立的單向關節 但是往前沒有關節 所以它往前的中二角度我覺得不夠 它永遠只能接近一個平式 沒辦法很大張式的脖子往下 再加上它下二的這兩根肩腳很尖 所以在轉頭的時候 它這個肩腳會跟零件做摩擦 然後它整個脖子的一個旋轉角度也不是很大 所以這個脖子的可動性跟它的一個把玩手感都不好 頭髮是一個雙球關 所以它每一節都是獨立可動的 腹部的話 它這一塊是一個往前的可動性 但是因為這是模型 所以在它的這個零件之間摩擦 有可能會出現掉漆的狀況 然後也有可能把它的腹部零件給崩開 所以這個關節的可動性雖然說有夠用 但是實用性我建議是不要去玩它 腹部的話是一個單向的旋轉關節 旋轉的幅度可以到近90度 所以是夠用的 前裙甲側裙甲都是獨立可動的 寬部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正常的往前關節 還有一節是一個大前拉關節 它是有一個 這一個部分是有一個類似槓桿的東西 可以讓它的腿抬得更高 然後有平面迴旋 所以在所有關節全部用上的情況之下 它的大腿上台是相當驚人的 可以到90度 各種裙甲寬部空間都不會卡它的可動性 再來膝蓋的話 它是用模型的方式來百分之百 呈現牽直鏈的一個關節的連動結構 所以它膝蓋折的時候 這一塊會跟著連動 然後它凹進去的這個履帶的部分呢 也會收縮進它的大腿當中 所以它的整個膝蓋的可動 是可以到快對折的一個極限可動 在大腿上台的情況之下 平面迴旋的旋轉也沒有問題 所以它的這個下盤可動 算是設計的相當優秀 而且它這個折疊角度也很漂亮 凸顯了它的這個磚頭踢眼的一個特色 然後模型的部分 因為它的這個小腿是有用螺絲來栓折的 所以它的結構也很穩固 不會因為你這樣子掰它的膝蓋 導致它整個小腿的零件全崩掉 腳掌的部分則是勇者王的特色 就是它是用這兩個零件的一個上下 來呈現它的接地的一個可動性 但是它腳掌本身也有上下旋轉 再來腳趾也有一節可動 所以它這個腳掌天生就有其設計上的缺陷 因為它的這個外面這個的接地性不足 但是在可動方面它的確已經把這個東西的特色 設計到最大化 高桂枝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它這些零件都很容易在地上摩擦 所以要小心 翅膀分層是可以往外拉的一個兩節的可動性 再加上翅膀有左右開合的可動 尾巴是每一節都獨立可動的 這沒什麼問題 結論 盜版模型套件能體現其價值 就是廠商被抄了 模型絕版的時候 現階段廠商還沒出事 那這東西就是單純的盜版 收藏價值趨近於零 純粹就是充軍榮的戰時 而且我還是要強調 這東西真的爆幹難組裝 不管是正版商錢包還是買盜版商身體 反正都非常痛苦 所以要我給建議 就是除非你自己想組 或者是有工具人勇者朋友 想要挑戰高難度套件幫你組 不然哪怕只有正版六分之一的價格 我其實都不建議購買這東西 而且這盒子超級大 你不組擺在家也是佔空間 就讓它隨風而去比較實戰 買了才是真正的麻煩 以上就是本次MW風起雲動盜版模型 《死源勇者王》的介紹 詳細的通訊說明請點擊下方的通訊網誌 那喜歡阿姆維登章 請記得訂閱阿姆維登軍部 阿姆維登軍部 我們下篇段再見 掰掰 阿姆維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